台湾近期汉勤严峻 民进党当局农田水利部门 请求台中大甲镇兰宫 合办所谓的旗宇法会 7号上午台中大甲镇兰宫前广场上 场面浩大 这也是相隔58年 台中大甲镇兰宫再度举办旗宇祭典 就连董事长严清彪也是头一次 以前说就要比马代孝 现在我们怎么办就这 现在香港没有传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说这都往后叫高雷同问 传这些问题 在庙祭拜这由来已久 那水利会改成公务机关后 地方水利处也会依照往年的习俗 民进党当局举办所谓的旗宇法会 被批示不问苍生问鬼神 因为明明民进党当局 所谓的前瞻经费 也有水利建设的拨款 八年2500多亿新台币 前四年分三期一共约1100亿元新台币 特别预算 一步一步也因为有准备才能在这百年大汉中 已经有一些效果 或者会比现在更困难 不过我们还是有盘点 战备水井 台湾地区气象局7号表示 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 台湾北部和东北部天气较凉 台湾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 其他地区只有多云 要解汗象恐怕还得再等等 严重汗灾让岛内不少产业受影响 孔威及新竹科技园区的运作 台积电及联电已紧急启动水车载水作业 面对缺水是否会影响半导体芯片产能 台经济部门主管王美花抛出早景说 这个只是在旱灾的时候 不得已的措施 那这个其实以前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受到环冰法的限制 在科学园区 它是不允许来早景的 在灾疫变中心的一个指挥官的一个财势之下 来允许厂商短期来作为一个抗旱 避免受灾的一个措施 王美花的早景说 也引爆岛内舆论热议 外界更是担忧 有地层下陷的危机 特别是有土木工程背景的 台湾内务部门前主管李鸿源 忍不住皱眉头 我好不容易把这一千口的深水镜给封了 足科的那些精密仪器 有没有办法承受 然后高铁从那附近过 会不会影响到高铁的安全 李鸿源表示 井不是不能凿 只是底下的水确定够用吗 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在脸书发文称 新竹的高科技厂每日用水15万吨 台积电在全台湾厂区 每日用水15.89万吨 他恳请王美花赐教 什么井能日产15万吨的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